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就是亚投行 但未能成为创始会员 另外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也就是国共论坛 预定在5月3号于上海登场 国民党主席朱伦是否与中共中央总日记会面 各界关注 此外民党主席蔡英文提出 未来处于两岸关系的原则是维持两岸现状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面向呢 上一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中央社驻北人记者邱国强 带第一手的观察 国强您好 请请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国强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魏国 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亚投行自从大陆在去年10月开始倡议之后 就定出 在3月31号之前加入的 可以成为创始会员国 那你在3月31号之后加入的呢 就只能成为一般会员国 那创始会员国跟一般会员国最大的不同 就是创始会员国可以参与亚投行规章的制定 那一般会员国就不行 因为这样的考量 我们台湾敢在3月31号的晚上 分别透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直接就是把我们的申请的那个意向书啊 直接传真到大陆的那个财政部 因为现在亚投行的那个临时秘书处 设在大陆的财政部里面 一种是直接传真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透过国台办 传真给国台办 然后转交给财政部 这样双管齐下的方式 其实在这之前 已经有一些迹象就是显示出来 就是说台湾比较没有太大的可能会成为创始会员国 是因为在3月31号当天 大陆的外交部就已经先做了一个迂回的一个表示 他就是说台湾加入亚投行 大义就是台湾加入亚投行 不应该造成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是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当天下午做的这个回答 在那之前呢 大陆的国台办他也表示 就是欢迎台湾以适当的身份来参加亚投行 那么这两个呢 其实就已经暗示了 暗示了就是说这个大陆 基本上应该是不太有那个意愿 让台湾成为这个创始会员国 但是我们还是敢在3月31号之前 把这个意象书传承到大陆 那么到了4月初呢 大陆的智库学者就已经讲了 很明白的讲说台湾不太可能成为这个创始会员国 结果果然在前几天 他们这边其实是很技巧的透过媒体报导 然后官方证实的方式 然后就是说台湾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亚投行的创始会员 那么他们的理由 据推测应该就是说 亚投行的这个创始会员国 因为涉及到规章的制定 那它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 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大陆当局 一直都不承认台湾的这个主权国家的地位 所以呢 他针对这一点 这个他一贯的立场 不让台湾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 我想这是意料中事 国强 那未来台湾能否成为这个一般会员的话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两个部分了 第一个就是国台办在4月15号的那个国台办记者会上面 他们的发言人还是强调就是 大陆欢迎台湾成为这个亚投行的成员 但是呢是以适当的身份成为这个亚投行之成员 那代表他的基调并没有改变 但是只是说什么是适当的身份 这个适当的身份 有可能是他认为适当 但是台湾认为不适当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名称是什么 那到时候可能双方角力的重点 可能就是在台湾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名义来参加这个亚投行 是不是像一般在国际上惯用的中华台北 或者是用台澎金马关税领域这样子的一个名义 还是说用什么其他的名义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台湾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名义 我想这是未来可以观察的重点 是 好 我们再来另外关心呢 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规划五月会率团出席国共论坛 朱立伦是否会和中共总统区习近平会面各方关注 国强您的观察呢 这个基本上朱立伦和习近平的见面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从很多迹象上面可以观察的出来 因为一开始双方在宣布国共论坛的时间跟地点的时候 其实双方都没有宣布朱立伦要不要去大陆帅团去参加 但是到了前几天朱立伦才证实说他要率团去参加国共论坛 说这是他规划的方向 那至于这个朱席会呢 大陆呢 对于朱席会啊 在15号的国台办记者会呢 仍然没有松口 但是从一些迹象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朱席会的这个应该这个日程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 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在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到底要谈一些什么 因为像大陆的国台办 他们在安排这个国共论坛跟朱席会的行程的时候 就已经不经意的透露出 在上海的国共论坛之后 接下来在北京还有行程 就是不经意的透露出来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基本上朱席会的成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现在剩下的就是他们两个人 朱跟习见面究竟要谈些什么内容 好另外民进党的中职会通过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2016年的总统参选人 而蔡英文呢日前表示 民进党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 国强您观察大陆方面各界对此有什么影响的回应呢 大陆他们的回应其实很致适 因为这个逻辑是这样啊 蔡英文是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他所代表的民进党 大陆认为这个民进党到现在没有放弃他的台独主张 那既然蔡英文是属于民进党推出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而且他之前提出来的两岸维持现状 应该维持现状这样一个说法呢 即使是维持现状啊 那大陆对他仍然不改这个批判的本色 我们先从他们的智库学者来说 他们的智库学者的这个领袖就是 中国社科院的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呢 他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蔡英文要维持现状 请问现状是什么 而且他讲得很明白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说的维持现状 是坚持九二共识 那大陆可以接受 那可是民进党没有放弃台独 那他要怎么维持现状 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逻辑 因为蔡英文代表的是民进党 这个是他们智库学者 而且是这个智库的领袖 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国财办在15号的记者会上面 也有做回应 他们的回应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推谁来当 这个总统候选人呢 他们不评论 但是他们还是针对蔡英文 之前讲的这个两岸维持现状论 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说 在两岸关系上坚持台独啊 所造成的动荡 这个在2000年到2008年 已经发生过了 这个阴见不远 他用了这个阴见不远 这四个字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 就是联动到刚才 所提到的国共论坛 那么其实中共 他也想表达一个立场 就是说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良好的处理两岸关系 所以到时候可以观察的是这个国共论坛 在国共论坛以及主席会上面呢 中共这方面会不会表达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那这个讯息的背后的意涵之一 就是要图写国民党在这个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面 会比民进党来得好 因为对中共而言毕竟他不希望 还蛮往这个分离的这个道路上走 那就他的利益跟他的立场上来讲 他自然会比较乐见 也会比较亲近国民党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政治基础 所谓的这个政治基础 就是所谓他们认为的这个九二共识 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针对亚投行 还有国共论台以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论述 为我们做相近的观察说明 非常谢谢国强接用访问 谢谢您 谢谢期间 谢谢各位听众